没错 美国政府高举无条件护航以色列的传统原则 再次撕裂民主党内部 被视为民主党激进左翼进步派的议员陆续为巴勒斯坦人发声 面对国际社会和党内部排山倒海的压力 拜登星期一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 表态支持以巴必须停火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向来以支持以色列为核心价值 不过以巴冲突引来民主党内部出现分歧 民主党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这回为巴人发声 表明对以军的作为感到不安 左翼参议员桑德斯也促请美国政府 检讨每一年对以色列提供的40亿美元军事援助 并且强调巴人的命也是命 面临执政时期的最大外交考验 总统拜登星期一在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联系 支持以巴双方停火 这也是过去六天之内 拜登第三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 但白宫没有说明内塔尼亚胡的回应 请您您接受到的关系 几乎您接受到的关系 基于您接受到的关系 将您接受到的关系 我会有素兴认识的 另一方面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则是形容拜登政府和奥地利是幕后柜子手以色列的恐犯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表明 为了帮助以巴冲突告一段落 所有美国官员都在日以继夜的工作 并说美国副助理国务卿阿姆尔将以特使身份 在耶路撒冷卧旋 希望促使双方保持冷静